不同台的話 那兩個時間你把它調成不一樣 你會發現兩個時間應該是 不一樣的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時間如果是A的話 他取得時間不是跟Server一樣 所以不是Server端的時間 那P的話呢是跟Server一樣一定是Server端的時間 那只是因為呢我們現在的Server 跟Client是同一台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是比較感覺不出來 如果說你有一台Server 跟Client你可以測試看看 那裡面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丟一個訊息之後 按測試其實在Client端處理完 那Client端處理哪些事啊 各位可以在那個 我們的畫面上右鍵 如果是這個Chrome瀏覽器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一個什麼 這個檢視網頁的原始碼 按下去之後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非常多的JavaScript 在哪個地方呢各位可以看一下 他只要是scriptype有沒有 是這個 等於 有沒有 TEST的JavaScript開頭 那這一段呢一直到結束 這個部分呢就是JavaScript語法 那再來的話還有哪一段呢 一個script有沒有 這一段其實也是 那他的網址呢基本上 他是一個外部的一個 這個JavaScript的這個程式嘛 那你可以點下去連結 你會發現呢這邊就是 我們JavaScript相關的Function 他放在這個地方 那至於裡面寫什麼 我想 各位有興趣的話自己可以參考 剛剛講過這個是Open Source 也算你當然你可以拿這個 程式碼 放在你的網頁裡面可以做一些事情 OK 這個部分的話那重點其實主要是了解 Agent 跟非Agent 網頁之間到底有什麼差別 那這邊的話呢有個頭有個尾 那底下的話各位也可以看到這一段也是一個JavaScript語法 有沒有一個 Receive 這個ServerData 那這個部分有沒有發現其實這個名稱跟剛剛的那個名稱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呢如果你要做互動的話 他會自動在Client端呢 也會產生一個Function 也會產生一個Function 那這個部分也是一個 一個JavaScript的 那其他的話我想大致上 大致上是 差不多的 其他都底下是一樣的 那還有哪裡呢 底下這邊有一個JavaScript語法 那另外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說 當Unclick事件觸發的時候 其實是從Web Web Phone 這邊去執行這個 Do Callback的這個 這個動作 是在這邊去做動作 那跟我們Server端的那個部分呢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部分我想各位可以 稍微觀察一下兩者之間的差異 那這兩這兩個範例主要是讓大家比對一下 照理這個 Agent 跟非Agent 之間的差別 OK吧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這是我們再一次做了 我們下次再見